那当然我们常常讲说 就是SUV是属于全球的一个蜂巢 可是呢 我们要实际用这个挂牌的数据 来让大家看看 它是不是真的是属于 全球的蜂巢呢 爱达 其实看一下这个2019年上半年 台湾SUV销售的Top10 我们先请大家focus在 右下角的地方 Lasus RS 刚才的RX 因为刚刚这个冠宜比出了一个尺寸 表示冠宜已经偷偷看过车 是不是 那其实我要让大家看的是 Lasus RS 在下方这个地方 写着资料来源UDN 为什么呢 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因为这里面观众朋友一定会觉得很好奇 R10大SUV怎么有一辆Zinger 在这个第五名的位置 CMC的Zinger Zinger到底是属于商用车还是属于休旅车 这个事情我觉得 每个人定义不同 包括UDN他把它定义成为这个SUV休旅车 我是不认同 因为我觉得它还是属于商用车的一个基地 但是呢 它强调的是在台湾销售的一个状况 可以属于家庭的这个休旅来去做使用 但是它是不是休旅车我想在座 所有人应该都不能够认同 不过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所以如果把Zinger扣掉的话 总共TOP9 9台车的这个销售前9名呢 只有三台是国产车 分别是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的 KIX CR-V以及HR-V 那这三台车呢 基本上你看KIX我们知道 它从上市以来每个月的销售 都能够冲出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它拿到了这个销售的第二名 大家一点都不觉得惊讶 那Honda的CR-V以及HR-V呢 就是这个Honda休旅车家族里面 这个唯一的这个 唯二的神主牌 它也只有这两款车 可是两款车卖的都相当相当的好 再来它的City它的Fit是 所谓这种都会的这种小型的这种 小型的这种车辆来说 跟这个又比较不太一样 当然它还有另外还有Odyssey 这样子属于比较这个 最佳的MPV选择的一个这个车型 所以这个东西在Honda可以说是 靠着这CR-V以及HR-V 赚进了大把大把的钞票 那当然第一名的Toyota这个RAV-4 就是反正不管它改款前 改款后它都能够 都很厉害 对它都能够卖得很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绕回来这个 刚刚冠宇已经偷看过的Lasers RS 其实你看现在第十名是 2204辆前半年 这是小改款前 对不对 我们每次都说 这个车子已经到了产品末期了 借零小改款 它的销售数量要下滑 结果并没有 而且呢 以这里面所有的车来说 都是属于这种中型的这种SUV RX是属于比较属于中大型的 对 虽然它的价格带呢 不是说特别的高 像我们刚刚介绍几个双B品牌 这种中大型SUV这么高的一个价格 但是它还是豪华品牌里面 唯一日系的这个所谓中大型的SUV 它竟然可以有卖到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销售数 而且是借零小改款的收入产品 所以你看看就是说 以Lasers RX来说 它在市场上独有的一个市占率 以及它对消费者的这个吸引力 还有它独特的魅力 这是很容易 不容易找到一个取代的产品 那当然向上 所以也辐射到它这个中小型的SUV 也就是NX NX一出来的时候 哇塞 那个时候说2.0NA的这个引擎的这个价钱 155万 有找 对不对 我们就 所有人都在抢这个车子 就舍双B而入主Lasers 对 舍双B而入主Lasers 因为以这样的价钱 你可能提逛的这个入门 只能买到提逛的入门 那当然提逛还是挟着它 欧系血统 VW品牌的一个优势 以及它新世代的这个模组化的底盘 它的操控性非常的良好 加上现在新的提光又进了什么 IQ Drive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VW我们知道 它这几年的这个整个运作模式 就是把所有的好料都可以灌在这个车上 然后价钱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相对而以欧洲车来讲的话 欧洲品牌来说 这样子一个产品 它的CP值就相当的高 再加上搭到了所谓SUV的热潮 所以VW提光可以卖到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我们也是要给它好好的鼓励鼓励 那当然Mazda的这个CX-5也是卖的相当好的一个车种 因为它有日系的一个这个氛围 然后精致的一个这个风格 然后独特的这个质感 那当然Mazda近年来 它的整个品牌形象的操作都相当的不错 即便Mazda的CX-5 这一两年来 有一点点的所谓负面新闻 依然不影响它的一个这个销售数量 那当然罗哥最爱的这一部GLC 其实罗哥已经偷偷试过GLC的小改款的车型 对不对 其实罗哥也自己也蛮心动 我的车已经三年多了 是三年多了 所以打算就换新吗 这个哪有开了这个同一个世代 还在买的 想换菜就对了 虽然很心动 是真的不错 但是我相信罗哥大概跟我一样 都是买所谓大改款的车型 不可能去买这个已经拥有的再买一个小改款 那有点怪 怪怪 不过这个GLC确实也是让宾市 在台湾赚进大把银子的一个产品 这里面最贵的就是这一套 对 可是其实它销售一样是非常的好 所以观众朋友 其实听完爱大的分析之后 你会发现 不论是进口品牌 或者是国产的品牌 现在都是把所有的好料配上去之后 然后打上一个所谓的价格战 那我们就来看看 如果说我们现在有80万90万的一个预算的话 在市场上面到底有哪一些选择呢 我们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排行榜讲完之后 其实那个是价格带很 那个 Range还蛮广的 有点广 那我们不如我们就锁定80到90 也不要讲到100万以上 也不要讲太便宜的 这个价格带 我想是非常多人的预算的选择范围 对 我们来看 这大概有六台车 有进口的 也有国产的 但是你也知道 进口车稍微会贵一点 所以很明显的在这个区间价格 在里面看得出来 你看 进口车有什么 Toyota的CH-R 小车嘛 小的这种crossover Mazda的CX-3 也是小车 这两个刚好都是同样的竞争对手 Suzuki的SX-4 也是一样 大概都是你看 介于84万9到89万9 这个区间带 所以如果你要买进口车的话 其实这几部车 蛮适合什么 年轻人 其实还算负担得起这个价格 然后很有个性化 车子的大小也差不多 对 而且它其实实用空间是够的 就是说你如果小两口 小家庭 你不一定要这么大的 这个债务的空间的话 这几台造型也蛮漂亮 又是很不错的进口车 那其他三台呢 这个国产车 我相信这也是非常多人的选择 比如说福特的KUGA 那你看这个等级 这应该是1.5的 180那个等级 1.5 Turbo 85万9 这么大一台 这个价格非常好 而且它的动力 1.5 Turbo 这个180匹马力 这个是182我记得 就是这个动力也是非常好 还有摳拍了360技术 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不记得 是不是这个型就有 反正这个价格 配上这个车子的本身 刚性也好 动力也好 是非常棒的 那另外 X-Trail的这个经典版 87万9 你想想看 这个价格 你跟这些其他的进口车比起来 X-Trail的实用性也是好很多 而且它在舒适性配备 动力方面 也都是非常棒的 上向之选 而且这部车 其实据说是 全世界卖的最好的 一台四轮驱动的修理车 就是像在欧洲 他们叫Kashkai 在美国是Rogue 其实就是这部车 在日本也是卖的最好的 所以在台湾当然 也是有不错的销售 那这部Mitsubishi的Outlander 这个又是更实用了 因为它车体最大 甚至还有 七人座的版本 所以你看 它以七人座的车体 才卖到87万9 而且它也有FCM 也有ACC 对 所以车子 Dynamic Share 这个车头的造型 也是还蛮漂亮的 所以你在这个价格之内 你要这种实用 然后车子又大的 或者是说进口的 你喜欢做一个新贵 精致的 精致 然后你两人世界 开起来又方便的 这里面其实蛮多Fation 优优独播剧场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